嗨,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赵山坤博士 今天我要和同学们分享三年级美术 2022农历新年 好,首先我们来听听年兽的传说 相传,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怪兽 头掌触脚,尖牙利齿 目露凶光,凶猛异常 年,常年身居海底 每到除夕才爬上岸 吞噬牲畜,伤害人命 因此,每到除夕这天 村子里的人们,扶老邪幼 逃往深山,以躲避年的伤害 有一年除夕 桃花村的人们,正扶老邪幼 上山避难 乡亲们,有的风窗锁门 有的收拾行装,有的牵牛赶羊 到处人喊马斯 一片匆忙恐慌的景象 这时,从村外来了个首主拐杖 乞讨的老人 可是谁还有心观照这位乞讨的老人 只有一位老婆婆 给了老人些食物 并劝他赶快上山 躲避年寿 那老人笑道 婆婆若让我在家待一夜 我一定把年寿赶走 老婆婆仍然继续劝说 可是乞讨老人 笑而不语 老婆婆无奈 只好离开村子 散散避难去了 半夜时分 年寿闯进村子 他发现村里气氛 与往年不同 老婆婆的家 门贴大红纸 屋内烛火通明 年寿浑身一抖 怪叫了一声 年寿老婆婆的家 怒视片刻 随机狂叫着 扑勒过去 将进门口时 院内突然传来 烹烹啪啪啪的 炸响声 年浑身颤抖 再也不敢往前走了 原来 年最怕红色 火光和炸响 这时 老婆婆的家门打开 只见院内一位身披红袍的老人 在哈哈大笑 年大惊失色 狼狼狽地逃走了 第二天是正夜初一 避难回来的人们 见村里安然无恙 十分惊奇 这时 老婆婆才恍然大悟 干嘛向乡亲们 诉说了 乞讨老人的许诺 乡亲们一起 涌向老婆婆家 只见老婆婆家门上 贴着红纸 院里还有一堆 未然静的竹子 仍在啪啪炸响 屋内几根红蜡烛 还发着余光 欣喜若狂的乡亲们 为亲和吉祥的来临 纷纷换新衣 戴新帽 到亲友家 道喜问好 这件事很快 在周围村里传开了 人们都知道了 驱赶年寿的办法 从此每年除夕 家家贴红对联 燃放炮烛 户户烛火通明 初一一大早 还要向亲婆去友 道喜问好 这风俗 夜传夜广 成了民间最隆重的 传统节日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 阿罗斯塔培华小学 三志班的同学的美术作品 题目是 农历新年 导师是 赵三昆 博士 林渝宣 林汉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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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元宣 临汉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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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汐宣 言语节 好,今天赵山昆博士就分享到这里 赵博士希望同学们学习快 加油哦,拜拜 加油